不是看我,是看鏡頭 鏡頭在姐姐那邊 其實她現在是很放鬆的 因為她肯上我的手 喂,你跌下去吧,小孩 Dotama是微生物學博士 在大學工作,亦是科普節目的主持 她還有一個特別的身份 就是這對非洲大蝸牛 雅女和乘仔的媽媽 我常常覺得她好像一隻外星狗仔 她亦有很多表情、動作 亦都很喜歡接觸人類的玩具 她是會玩的 非洲大蝸牛,那些肉仔的數量都 所以她可以當是一些手手腳腳的用 不如夾一些東西,將一件東西帶到別的 三、四年前,就遇到第一隻的非洲大蝸牛 那隻我叫阿仔 那時候入郊區住,我也有想過是否要養寵物 就是在天台發現一些小小的蝸牛仔 看到牠們爬,看到牠們吃東西是覺得很有趣的 所以就開始了 現在這一對是第二對 非洲大蝸牛在香港 無論是郊區、公園 還是普通市區的花槽都很常見 在外國,有人會當牠們是寵物 但在香港,牠們就很少受到重視 牠們是一些很聰明和很敏感的物種 其實我有找回資料 在一百多年的時候 已經有人發現蝸牛是適應人 即是對著不同人有不同的反應 譬如牠看到我家人的時候 很開心的捉獸是這樣的 但牠看到我是這樣的 我通常一看到牠,就是幫牠洗澡 淋水下去,捏牠吃東西 不是每次都可以玩 所以牠看到我,牠也是這樣的 譬如阿呂這些,你這樣碰牠 牠也是不會捉回牠的 這是信任的表現 如果外面的蝸牛,一定可以 所以這就是牠開始信任我們的證明 非洲大蝸牛是軟體動物 內殼是牠們身體的一部分 癡紅同體,眼、口部和伸直器官 在頭上,不懂得發出聲音 但Dr. Ma就經過相處觀察 發現跟牠們溝通的方法 牠們看足球 牠們伸得越直 代表牠們越正面 我們環境 我自己覺得我跟牠聊天的時候 如果牠說是,就會點一下 就會鬆鬆 有香蕉吃,好嗎? 你不點足球,真的不吃了 吃不吃 因為牠有反應 而且其實怎樣說呢 如果你不覺得牠有反應的話 很悶 還有牠有時真的有 第一次見牠的時候 我跟牠說,你跟我回家好嗎? 牠擦了我的手不放 牠喜歡看手機 很八卦,要爬上去 我做什麼都會放牠頭出來 你的心情,你的環境 你給牠的東西 牠們都會有牠們一定的反應 所以其實因為牠們有反應 我就會自動勞補 有時真的做事很rush 或者那些事情做不行 很辛苦 那些就會放牠們出來 趁牠們大隻 有時會提起牠們 跟牠們說,你陪我 我要你陪我 牠又乖的,牠又不會縮邁的 還有家人也很喜歡牠們 我想不是說是寵物 我覺得牠們是家人 或者是一個伴侶人 非洲大窩牛園產自非洲 之所以會來到香港 是因為牠們很操生 過往打仗的時代 就有人意圖引入作為食物 但其實牠們亦有很多寄生蟲 根本不能吃 就算飼養,亦有風險 牠們可能會有一些肝級蟲 嚴重的會有肝衰竭 另外有些叫做血腺蟲 上腦的,死得人 衰得說句 萬一養了那麼久 牠們仍有寄生蟲 而我懶惰的話 沒得冤枉的 所以其實不適合給小朋友 但其實我這麼喜歡牠們 也好,當是子女也好 不得不承認牠們 是一些對自然環境生 很大的問題的物種 牠們一年的交配季子 可以生成千顆蛋 孵化率又高 所以無論如何都不可以放出去 單樣死狀 我不想大家看完訪問之後 覺得牠們很有趣 就到處去叫牠們出來 不是每一隻窩 都可以像牠們兩個 但我都知道 我是沒有立場去說這件事 我都覺得跟牠們一起是緣分 但你接得牠們回家的一刻 你要知道 你有機會會發生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還有就是牠們的壽命 始終都不是長 牠會短 那些貓狗的壽命 可能只有幾年 而且一樣 貓貓狗狗你還可以看醫生 但蝸牛是沒有醫生看的 你真的看著牠們開始不動 縮進去 發臭 出水 心會很痛 所以要做牠們的人類媽媽 其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但我也想告訴大家 牠們這麼有趣 有時看到牠們就放過牠們 不要踩 如果可以的話 用一張紙巾夾牠 拿起牠們放在草叢邊 有牠自身自滅 不要踩牠 報真相 港人話 9點半蘋果新聞報導 強勢登場